現在就示範如何攪拌雲吞的肉 平時我放調味料真的沒有用量遲 先放些豉油 然後加少許糖 然後再加生粉 如果是豬肉的話我會加少許紹興酒 還有薑汁 薑汁也是用這個刨 然後刨一些醬汁 然後就攪拌了 即將它攪拌 順時針方向 即是順一個方向攪拌 攪拌多久就攪拌到你覺得它有黏性 還有如果它太乾 攪拌一下你可以加少許水 但就不要太多 它會滑一點 平時攪拌到這樣就把它攪拌一下 就是這樣 用手攪拌也可以 這樣攪拌 這樣攪拌 一個方向 然後呢 就這樣攪拌 要攪拌它才會容易起膠 你會看到它很黏 你會看到它很黏 這次我選的豬肉 比較肥肥的 因為包菜和雲吞 它瘦得太多 沒有那麼好吃 攪拌 手也是順時針的攪拌 攪拌一下 總之就是這樣 然後呢 把它放在一邊 大約10分鐘左右 那我就會加上一些冬菇粒 那些冬菇粒呢 我就先將它 加了 醬油和 糖 醃一醃它 那就不會說沒有味道 暫時示範完畢 拜拜